三岁分流第二阶段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实施后 星期一首个工作日 小岁就收缩钱 4700架车辆受到影响 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就回应事件 昨天的三岁收缩费用的情况 这次和以往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这次不是电脑系统出错 我们发现有人,我们要初步怀疑 他没有一个合理的原因 进去干预了电脑 而导致有这个情况出现 我相信这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这是人为的问题 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要留警方去调查 如果有人蓄意破坏 而想制造一些事端出来的话 这个一定是有违法的行为 如果我们一旦有证据证明 有这件事情存在的话 有关人士将会被检控 以及会严重的 death yap 作词之日 有关人士 除此 甚至 Er